今天马思纯欧豪的工作室相继前后发出两人已分手成为朋友的说明,并说到相逢无悔,过往无憾。 很多网友觉得很可惜,难道这个暑期是分手计吗?怎么都分手呢?但其实想想两人之间应该存在很多的问题,马思纯家里是蛮有钱的,欧豪大家也知道,家里的条件非常一般,甚至可以用穷子来表述,在他16岁的时候就已经出外打工了。 而且马思纯和欧豪是姐弟恋,自从今年已经30岁了,欧豪才26岁,两人足足差了4岁,而且女生比男生成熟得要早。 即使是同年龄段的女生,想得要比男生多很多,何况两人差了4岁之间的问题肯定会有很多。 马思纯一直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女生,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。 两个人,似乎也非常的幸福,可是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。 难道是因为分手的人太多,所以要敢在这个时候分手吗? 两个人已经交往这么长时间了,不知道为什么放弃这段感情。 给我来个帮助练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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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稻抹蓋 Administ hacen